好 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 这是我们的X8麦克风放大器 动圈和电脑麦都可以用的 那这个也可以使用在声卡跟一般的扩大器回音机 那我们把这个动圈麦克风插到前面来 那后面的话我们就接我们的这个 插线到这边 到这个回音机 好 那我们接上去听看看 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麦克风接上去了 有放大功能的 把这个回音稍微开大一点 好 大家可以听看看 那它的使用办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6.3的投进去 然后从6.3输出到我们的过大机和回音机 然后再到喇叭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音量调节 我们把麦克风可以放大 好 可以放大 可以放大比较大 这个比较一点点 然后这个比较小 好 那回音也可以在这边调 等于是我们这个使用的外部的放大机 来放大我们的有线麦克风和无线麦克风 那当然你也可以接电容麦 我们也现在可以接电容麦看看 好 这次接电容麦的声音 会大很多 因为这个48号放箱面打开之后 电容麦的声音就变大了 它可以看我麦克风拿很远 它一样的声音是电容麦的声音 但四周围的声音也被收进来 那这个时候你音量就可以稍微小一点 小一点 大家可以感觉出来 它这个放大倍率 电容麦的话它是这样子 这是电容麦放大的倍率 对 这个声音是这样子 电容麦从这里到 到我们的这个 X8的这个麦克风放大器 然后到我们的扩大机回音器 好 也就说你这个大孔的线是从这边直接在输出到我们的升卡 好 升卡的这个画筒的孔就可以 那这样就可以把动圈麦放大 那我们有开回音的话可以听啊 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动圈麦接在我们这个 一般不能插这个放大很大倍率的这个动圈麦 在这边就可以把这个声音的倍率放的比较大 那当然你可以接电容麦 电容麦也可以接 那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是把这个电容麦 电容麦放大倍率加大 那485要打开 一样电容麦从前面进来 然后从后面拉一条线 到我们的升卡这个这个 话筒的孔 那这样就可以就可以做这个 标准的485放大功能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可以感觉一下他的音率放大 那回音也可以调大一点 回音可以调大一点 好 感谢观看